好那再介紹完這個 SEQUEL的一些簡單的操作語法 這個SELECT的部分 註解的部分 這個減減然後景字號這些都是他的註解符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如果要寫個網頁 寫個網頁然後讓這個 我們現在以這個 Fishing這個頁面好因為我們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頁面已經有基本的樣子我們拿他來改 拿他來改 所以在這個網站釣魚的時候各位如果有把這個 登入頁面有做出來的你就延續用這個網站來做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並不是以 這個網站釣魚為主 我們是以SEQUEL INJECTION的方式來做 好那我們要做一個這樣子的頁面 各位之前都有這個 在練習的時候有做過 各位可以去開你之前的這個 index.html檔 那就是我們之前有設定過對不對 LOG IN的部分我們要把它改一下我們原本這邊是email 這是LOG IN對不對 大家看一下這是LOG IN我們之前有加了一個action 然後呢 他會去呼叫checkLOG IN的這個 這個 程式 然後使用的方法是用Post去傳遞資料 然後呢 那我們在這個第一個欄位的部分 第一個欄位這個本來是email 那我們把它改成account 那本來這邊呢有一個data 這邊本來會有一個data的validation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東西你把它刪掉 就是我不驗證他的這個 資料形態是這個email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 Type呢是text 然後名字是 把它改成是account 那邊這邊的註解 這邊的這個 說明呢 本來是寫email 我們也把它改成account 這是index.html的部分 好那再來呢 原本的checkLOG IN的部分 做了一些 修改 同學呢跟著 調整一下 那在講checkLOG IN之前呢 我們要先 告訴各位就是dbconnect的這個部分內容 我們要改 好那各位在我們前一個教學影片裡面有提到就是 我們在這個 建立 這個sql的資料庫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建立的user 這個user呢我們叫做 sqlinjecttest這個帳號 好那我們利用這個帳號呢 在 我們的dbconnect這邊把它改一下 我們的dbname 是sqlinjecttest 然後呢 這個 user呢也是 sqlinjecttest 那密碼呢就是我們之前產生的那一組密碼 在前一個教學影片裡面有提到 那這個是你自己產生喔 不是說一定要跟我一樣 各位 如果還記得的話在前一個教學影片裡面有提到 我們去建立一個使用者 他的密碼是這樣子 這是隨便產生的啦 沒什麼意義 那再來呢我們這邊就沒有什麼動 因為他就是產生一個 前字號link的一個連結 這個物件 然後呢去 這個做資料庫的連結 OK 好那回到我們的checklogin的部分 好那我們這邊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增加一個session star 那sessionstar這個的作用 我們 來跟各位講一下 sessionstar的作用是在於說 當我假設 我們先來做 這個正常版的 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 資料庫呢是secretinjecttest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建立一些users在users的資料表裡面 那有個帳號叫check 他的密碼是123456 好那我們以這一組 當作測試我在這邊輸入check 然後呢123456 然後login 我成功登入是長這樣子 好那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session 你看我現在如果把這一行call起來 然後呢我用別的瀏覽器 我把它貼上去 那你就會發現說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他就會跳回來 我剛剛不是login了嗎為什麼 為什麼會跳走因為 在別的瀏覽器上面並沒有 去註冊所謂的session 那如果不加這個的話 這個其實要搭配底下這個 搭配第10行的這個 這兩個要搭配 所以這兩個如果 沒有的話 你看啊我們把假設把這兩個拿掉 我把這兩行拿掉然後呢 再 完成的 這是 驗證通過之後會在這邊的 那這個假設我們也不驗證他有沒有session 這幾個我們都把它拿掉 這樣會有什麼後果呢 好那你看到我在這邊 這個我們回到上一頁 你看到我輸入錯誤的 比如說jack1然後密碼123456 login 他會說你的密碼錯誤 對不對然後呢就會跳回這一頁 好那假設我現在用 正常的jack 123456然後login 他會成功嘛 好那 看起來沒什麼異樣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用 Ctrl C 然後拿到別的瀏覽器 喔 這個意思就是說假設你在開網頁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你剛剛輸入的帳號密碼是什麼 可是我知道你成功連入的這個網址是什麼 因為我有看到了那我就試著用這樣子 在我自己的電腦上這樣key 會不會就 通過認證了 答案是可以的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 把驗證的結果帶到下一個網頁去 你沒有把驗證的結果帶到下一個網頁去所以下一個網頁他根本就沒有把關 你是不是這個合法的使用者而且你已經經過經過驗證了 所以 在我們的網頁上 我們加這些設定的作用就是在於說 我們呢要去 確保 這個使用者是有經過驗證的 而且是合法的使用者 這樣子 所以叫Session 好那include這個就不用說了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連結資料庫這一塊 然後我們本來是用email這邊改成useraccount的 然後呢post我們從index.html那邊接到的這個 帳號叫account來看這邊 這邊的name是account所以這邊要 跟著改變成account 那收集知道之後我們就前字號 Seql等於什麼select start from users這個資料表 我有當條件為 account是我剛剛傳進來的這個資料 and password是剛剛傳進來的資料 好那這兩個是 這兩個資料帶進來之後 他就位給myseql i query這個函式 那前面是link 後面是你的指令seql 然後得到的結果會得到result 如果說你查出來是沒有資料的 就是在你資料庫裡面是不存在 這個 資料或者是資料連線有問題 沒辦法做完整的執行 他就會跳到底下告訴你說dbconnecterror 然後呢就跳回首頁去 OK好這是一般常見的一個設計法 再來呢如果說他是有資料的 我就去判斷一下myseql i 底線 這個number 然後呢底線ros 就是去取得 你查到了那你回傳的資料 資料集有多少筆資料 所以number of roads 這個就是在看看你有幾筆資料 好那比較這個 沒有自然觀念的他也許會覺得說 其實我只要超過一筆就算是合法的啦 假設我有一組帳號密碼呢 他是 這個合法的 那我就很直覺的這樣子去做 所以我 查出來的資料是大於等於1的時候呢 我就把它設定成什麼 我就去註冊一個session 然後呢我把剛剛查出來的資料呢當作 session的資料註冊起來 好那註冊起來之後呢我的header 我就是要去做跳躍 這是這個PHP裡面的跳躍指令 然後呢location 跳到哪一個 就是成功之後我就會跳到index1.php檔去 好那如果這邊呢就是等於0嘛 大於等於0不滿足代表什麼 他就是0 沒有資料他就要run account 或者是什麼 run account or password 然後他就會跳回到前頁去 讓使用者知道說我剛剛帳號密碼key錯 他就要重新key再會跳回來這邊 好所以我們現在介紹了幾個檔 第一個是index.html 改這個account 第二個呢是dbconnect 改這些帳號密碼的資料 第三個呢是checklogin這個檔 我們做了一些 幅度的修改 判斷他是不是合法使用者 而且加入session的註冊 好最後一個是index.1 好index.1這邊呢 就比較 麻煩一點 我們 PHP之後呢 我一樣session要start 如果你沒有啟動的話你會發現你剛剛註冊的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效果的 好那如果說 這個sessionstart之後你接下來要判斷 如果 is set 這個變數 前字號 session這個東西 他一旦被註冊就會變成是痊癒 痊癒就是他可以跨網頁 只要在同一個瀏覽器去開他都 屬於是註冊在上面的 叫做會議階段的一個註冊 好is set的就是他有被註冊 他可以註冊很多種 但是我看的是這一種 我看前頁是 我們這邊要改一下 剛剛沒有改到 如果這個是有註冊的 如果是這個是有註冊的那我就進 進入底下這些 進來這邊 好 那他就會到index.1這邊 那底下 各位看這一串 這一串就是html而已 沒什麼差別 那有差別的是在這裡 如果說 session是有註冊的 is set 就代表True的話 代表他有設定了 好那他就做什麼 顯示這些內容 那這些內容呢其實很簡單 我就是用一個h1 去顯示一些字 然後呢 我用一個div div去 報一個image 就是剛剛各位看到那個 站的那個符號 好然後再來呢 php在這邊 在斜線html底下 再加一個ls 如果你沒有 做上面的註冊 他代表什麼 你沒有經過合法認證 那你沒有經過合法認證的情況底下 你就會什麼 you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this page 他就會幫你跳 所以假設你今天 輸入帳號密碼的時候 別人是沒有看到 可是你成功登錄之後的網址 在這邊 大家一瞄 其實這個不會太難記呀 那我就離開 你的附近 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座位上 把這個網址key上去 在你沒有 在你沒有做session 設定的情況底下 他是可以看得到網頁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要做的 然後index這邊 我們就是很陽春的這樣子做 好所以我們剛剛的測試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如果回到index.html這邊 輸入 錯的這個帳號跟密碼 LOGIN的時候他會告訴你說 錯誤的con或者是passwall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個錯 好那你假設是合法的使用者 JCK 然後呢這個 密碼也是對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成功登錄 好這樣很合理嘛 好 那如果說 我們 把這個網頁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為了要 測試他的這個有效性 我們開另外一個瀏覽器 好 在這邊呢 我是一個 使用者但是呢 我始終猜不出來 你的密碼是什麼 對不對 LOGIN 每次都失敗 可是我是很想進去要怎麼辦 所以 還記得我們之前講的secret injection嗎 我們在 這個 前一集裡面有講到secret injection 在最後面的部分 有提到 這個secret injection呢 你只要把這個 減減跟這個 請知道 巧妙的加進去你的資料裡面 那你就可以成功的登錄系統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剛剛是用Edge 來 你看我在這邊我不輸入 帳號 我輸的是 1撇 單引號之後 空格 ALL 空格 然後呢 1 等於1 然後再來什麼 分號 再來加減減 然後PASSWORD不讓我隨便打 OK 像這樣子 你看這個怎麼會是一個帳號 不會有人帳號取這樣嗎 但是他就吸口了一部分 把它位進去 然後LOGIN 成功了 我有沒有知道你的帳號密碼 我沒有拆到你任何的帳號密碼 可是我成功進入系統 會有發現嗎 好所以他的作用就是在於說 我們 在 網頁上面 我們在網頁上面 把資料未進去的 同時呢 他其實包含這個緊緝號 所以就會變成像這樣子一段 有沒有 他這個不管前面資料是什麼 反正我一個單引號之後呢 或者1等於 因為 只要加入ALL的話 後面只要成立一定成立嘛 不管前面怎麼樣後面 只要有一個成立他就成立 然後後面加分號就是到這個 這邊結束後面減減 代表後面都註解掉 所以就可以成功進入系統 這樣OK嗎 好 但是呢 各位在 這樣子的一個情境底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個代表寫程式的人真的是很 很low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會去做一個 在判斷說你的資料集 尤其是符合帳號密碼的情況底下 資料集是大於等於1的 不會這樣子去寫 因為 或者是說他的這個 出來的資料是不等於0 就是 我們大概 是非常 沒有經驗的人才會這樣子寫 就是 查出來資料呢 只要不是0 就代表有資料 我就讓他進去 這種 思維邏輯 其實是比較 非常初階 沒有什麼概念 概念的人才會這麼寫 好只要稍微有概念的 通常會說 賬號密碼一定會是 只有一個人嗎 不會有 超過一個人以上 所以就會變成說我今天如果出現是 等於等於1 我一定要滿足他等於等於1的情況底下 我才會登入成功 那如果你程式是這樣子寫 他就會做什麼 他就做好一些防範了 OK 所以他就會 你看我們再重新登錄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邊就做西瓜研究竟進去 好那我們剛剛改了這個什麼 PHP檔 我現在login他就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呢 你如果在PHP買的命裡面你嘗試著去把這個西瓜的指令 好你嘗試把這個西瓜指令 就是 包含有這個 西瓜研究竟的寫在這邊 當 你的這個 account 對不對 等於什麼 好 等於 比如說我們叫做jack好了 然後呢 and p-a-s-s-w-d 他的值等於什麼 好 這個是 正確的一個寫法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按go之後 他就會只查到一筆 對吧 他就只查到一筆 可是呢如果說你用secret injection帶進來的話 喔這邊就不會是jack嘛 這個會變成是什麼被取代掉變成是 這個 一撇 然後呢 all 然後1等於1 然後加個分號 再加個減減 再控格 對吧 那後面後面你隨便帶了你可能隨便帶資料進來就變長這樣子 好這時候你按go的話他查詢出來結果會是什麼 他會看你資料庫有多少筆他就會有那麼多筆 所以除非除非除非 除非什麼事 除非這裡面 其他使用者都沒有 除非這裡面使用者都沒有 只有一筆就真的這麼剛好 Database裡面的user的table就只有剛好這一筆 然後呢 你的程式嘛 裡面你也是這樣子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查出來資料是一筆的話 那你這時候secret injection還是會成功 我們再到Edge來看 我這邊呢我還是不知道 你的帳號是什麼但是我用拆的 我用secret injectionall 1等於1 然後呢 分號減減 對不對 然後這邊隨便key 我這樣還是login的進去原因是 並不是說 這個 你的這個 這個網頁 這個資料集 這個問題是出在說你程式這邊寫等於等於1 這個思維是ok的 問題是 你的資料表裡面 你的資料表裡面就真的剛好只有一筆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就不能單純這樣子去做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曾經有講過 怎麼樣用PHP去 避免 我們有個 Magic 然後呢這個 Code 這個 那各位呢可以去查他怎麼樣可以避免這個secret injection的這個 紙 操作 好那個可以去查查看 那查出來之後呢我們來試試看 好那這邊呢 有一些避免這個 Code injection的寫法 好 那像這個單引號的部分喔你可以用這樣子 你加一個add slash 他就是可以把這個單引號跳脫掉 add slash 好所以我們把這個呢 call過來 然後呢在 我接收到指令的時候我就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 收到資料呢 如果有單引號就把它 濾掉 然後Pacework就不用了啦 因為Pacework裡面我們本來 在做這個密碼的時候就有可能加特殊符號 這個我們就先 暫時不理他 我們就針對這個account的部分 好 再來呢 我們去看 這樣子改之後 可不可以避免 Code injection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登入成功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 以同樣的方式 然後打資料 LOGIN 他就不行了 他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這個函式底下 這個函式底下 他所出現的呢 會是變成是說 在這個 我們在做Code injection的時候 然後 Code injection的時候這邊呢 被帶進去 最後的結果呢 這邊單引號前面會再加個反斜線 所以他就會被跳脫掉了 這個反斜線就會把單引號跳脫掉 使得呢 他是沒辦法去做Code injection的這個 方式 方式 好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就是讓各位去 底下還有這些相關的 包括這個 Quarter QuarterStream 然後呢 QuarterStream with slash in c style 那這邊呢 這幾個函式呢 都是用來做什麼 過濾 我們輸入的資料裡面 可能 造成Code injection危害的一些寫法 所以各位在寫程式的時候 尤其是當 你讓他可以輸入資料 包括留言板都一樣 你最好是他進來的資料呢 就幫他加一些 過濾的 動作 避免這個Code injection可以成功 OK以上呢是針對說你的網頁 怎麼樣去做可以去模擬出 Code injection接詢成功的一個 過程提供給各位參考